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我孕晚期的一些爱用品 今天我录视频的日子呢,是我正好满 整整33周,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孕度 目前呢,就整个肚子已经长得非常的圆了 第一类我想推荐呢,就是孕期读的一些书 孕期呢,我有读过很多孕期的一些饮食啊,保养 以及生产以后的产后护理 还有怎么去照顾宝宝这些知识 之前我看过一本呢,英文的书叫做 7 Secrets of Newborn 这本书呢,我特别的推荐 不过我看完已经还回去了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搜一下这本书 这本书我认为特别特别适合新手的爸妈 因为他其中谈到了很多照顾孩子的理念 比如说在孩子一个月大的时候呢 不需要他买太多的东西啊,玩具 你的陪伴以及你的脸 对于孩子来讲呢,就是最好的玩具 这点真的是让我觉得很受益匪浅 因为作为一个新手爸妈 刚开始我们真的不知道需要去购买什么 为孩子准备什么 但读了这本书以后呢,感觉就是你的心态更坦然吧 不会非常的手忙脚乱 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本身就是一位儿科医生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们一共孕育了六个孩子 当他们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呢 他们其实还是在上大学 就是经济方面呢,也非常非常的不宽裕 甚至说还有一些负债啊 比如说学生贷款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本书它首先语言是非常的风趣幽默的 然后读下来会让你觉得你不是一个人 你会觉得作者和他妻子在比你的准备还要糟糕的前提下就有了一个孩子 但他们也是很,虽然辛苦,但是很顺利的把孩子教得很好 看完以后就会很放心吧 对自己会更有信心这样子 另外呢,我发现即使在北美,我是在美国嘛 我发现我们当地的图书馆呢,其实你可以借到非常多的中文书籍 不管是大陆啊,台湾,简体字,繁体字啊,都有 在我的小红书里呢,我也会时不时的去分享 我近期读了一些书 今天呢,简单跟大家说几本,我现在正在阅读 我觉得非常不错,想推荐给你们的 第一本是由养生做月子食谱专家郭月英撰写的 这是一个台湾应该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月子方面的一个专家 他的书呢,里面介绍了各种各样你孕期不同时期 怎么去食谱啊,食疗这样的信息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食谱 如果你对于台湾的做月子方式很感兴趣的话 我觉得这本书你一定会喜欢的 第二本呢,是来自一个大陆的出版社出版的 名字叫做 备孕怀孕月子最完美的孕产五十六周 它大概就是从你备孕,怀孕整个过程 一直到你坐月子啊,产后护理这些 非常非常的全面 比如说你的孕早期啊,孕中期,孕晚期 每个月你的身体以及宝宝的变化呢 它都会写得非常的清楚 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书籍吧,可以这么讲 下一本呢,是分娩育儿养好宝宝 也是台湾的作者写的 里面有聊到比如说分娩 产乳期,保健 还有就是怎么样去照顾新生儿 以及呢,一直讲到了宝宝从出生到三岁左右 怎么样去照顾以及喂养 真的是非常的全面 根据你个人的需求吧 我觉得这三本书呢,对于新手爸妈来讲 都是非常有用的 到了孕晚期,吃什么样的保健品 依然是非常的重要的 在云晚期,我添加了一个新的保健品,就是卵磷纸 这款呢,是我在亚马逊购买的 卵磷纸呢,有非常多的益处 比如说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啊,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另外,你产后如果出现毒奶的问题呢 它还可以帮助你缓解毒奶问题这样一个功效 在美国这边很少医生可能会告诉你说啊,你需要补充卵磷纸 但是我通过自己的一些搜集材料啊,看书 我发现其实在台湾好像孕妇吧,吃这个卵磷纸 其实非常的常见 我是从用完期才开始服用的 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它的功效 说不好你也需要补充一点呢 当然了,任何的保健品药物呢,都希望大家在咨询过你的医生以后 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呢,再决定要不要服用 下一款产品呢,我大概是从孕中期开始使用的吧 就是防妊娠纹的油,目前正在使用中的呢,第一个就是这款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吧,我是准备用晚期呢,着重把这瓶用掉 另外呢,我还买了妮威亚的这一款油 它没有说是防妊娠纹 但是呢,我觉得妊娠纹这个东西呢,一部分就是有基因 你的基因真的很强大,然后也会长纹 可能你做任何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去遏止它的生长 但是呢,我觉得除了基因以外,你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保持你皮肤的湿润,比如说控制体重,防止长纹 这些都是你可控的因素 我是会一直涂油的,不仅是因为怀孕 我孕前洗澡完啊,我也会去涂油,是全身涂这样子 只是说孕期呢,我会更着重,比如说臀部啊,肚子以及大腿这些部位而已 哦,还有胸部也要涂,因为虽然我没有长,但是我知道有些女生胸部也会长纹 这款真的很滋润,我非常推荐,而且便宜大纹,这个用了蛮多的 我用了可能已经有,至少两三个月肯定有了,然后还有这么多 所有东西呢,如果有购买的方式的话,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 如果你是用YouTube的平台收看我的视频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信息栏下面找到购买链接了 下一个要推荐的爱用品呢,不能说是一个商品了 就是几个我特别特别喜欢,孕期一直在看的,在使用的一些健身博主的视频 他们都来自于YouTube,这里我就不赘述名字了 然后我会放一个截图在这边 就是我的小红书呢,有写一篇笔记,具体分享这几个频道的名字 你可以去搜一搜 另外呢,我在我的小红书也有推荐 我爱看的,讲如何照顾孩子啊,照顾新生儿 还有一些关于孕期啊,生产啊,这些各种知识 可以说是科普吧,这样类型的视频 在那个笔记里呢,我也有提及到这些频道的名字 欢迎大家去查看一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觉得孕期啊,你不是说非要有非常大的运动量 但是时不时的定期去做一些stretch 做一些腹部啊,臀部啊,上肢啊,腿部这些运动 真的对于缓解你孕后期的不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建议大家到了孕后期呢,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啊 然后来决定你的运动量,建议大家就是定期做运动 真的会让你感觉好受很多 最后的两个产品呢,我觉得是老生长谈 到了孕后期,你的肚子变大 你就会发现,哦,我需要这两样东西 而它们真的很好用 第一件呢,是脱腹带 我买的这款我也会放链接,是在亚马逊购买的 它分两个部分吧 像这一部分呢,就是缠到你的腰上 然后呢,这一部分 它长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缠在你的背部 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 你的肚子这种下坠感会得到大大的缓解 而且我真的发现这一部分很重要 戴上以后呢,如果你有背和腰疼的问题的话 这部分能直接,就是你戴上几乎是立刻 你就能感到你的背会舒服很多 背痛和腰酸的问题会缓解很多 最后这个产品就是孕妇枕 我这个就是很搭 它是一个,可以想象是一个字母C这样一个形状 我相信是每晚睡觉一定会用它 我会把我的腿搭在它这上面 这样你将你的腿抬起 对于你腿部脚部啊,这种水肿问题 也会得到很大的缓解 正是因为它这样一个C字母形状的设计 它可以发生很多的形变 所以呢,在你产后,它也可以变成一个哺乳枕 在宝宝出生以后呢,它甚至可以形变成一个床中床 把宝宝围起来 给它一个相对安全舒适的这样睡眠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觉得这个购买呢,是非常的值得的 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所有运晚期的爱用品了 如果你有任何好的产品呢,也欢迎推荐给我 然后我的视频呢,会在YouTube、B站以及小红书三个平台同步发布的 欢迎大家去收看加关注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拜拜